古贤十大愿王 他不知道有什么任何人的精辟的解义 任何的佛法中的解释 就是你行持的经验 念念的体会而已 所以本来佛门中的 结合一切法是跟行者说的 什么叫跟行者说 就是跟当下能够起习的人 既然是当下跟行者说 这一切法门 他就有八旗项 他就一定具足八旗项 所以古贤又叫大行 又叫大恨 古贤往往上 既然是大恨 大恨是什么 他就具足一切万恨 具足一切过恨 才叫大恨 既然如此 一句处贤十大愿王里面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当下 你就应该可以看到你现在一个行者 应该有着念念的发行 跟念念的起行 所以讲到这里 讲到一者 礼敬诸佛 那就不是只是称赞 或者只是在称念一些文字而已 礼敬诸佛也不是一般人 只是想到说我们念念之间 要去尊重我们的这个教主 教主礼敬诸佛就是告诉你 念念在大行上面 大行是在哪里说的大行 大行是念念不违背决体中 说的大行 不违背决体就是 念念之间要跟你的佛性相应 所以礼敬诸佛的礼字 那从中国制造字面上来看 一个开示的事 一个礼 意思就是要你行者当前 念念之间在心中 一定要明白 明白 了然 念念为自己明示 念念要达如是你的心里面的方向 跟赤诚 然后念念之间 最念发心 念念不苟 念念赤诚 自重 那叫做礼敬 那礼敬在哪里 礼敬 礼敬就在每一个当下 你都要知道 它就是你的根本 大决心 你不管觉得任何的感受 你都不要忘记你的决心的存在 那叫礼敬诸佛 礼敬一切圣贤 也是告诉你 念念之间要掌养圣贤的智慧 掌养圣贤的功德 才叫真礼敬 初世间的圣贤 都是正得如是正念决心 才叫做 才堪称为佛 堪称为佛 所以既然如此 在初世间的行者 礼敬诸佛 这四个字当下 就是念念之间 叫如是正的 一切过去诸佛 修行时 他们是当下的 起行跟发行上面 你念念之间 不断的回光 叫礼敬 所以在元决经中 才有一些十方如来 他的本起因地 都因全照清净绝相 用断 本起因地 就要全照清净绝相 所以他们将来 才能够成佛 能够如是发心的人 将来就必定能够成佛 因为就是元造清净绝相 什么叫元造清净绝相 你就习惯在一些感受之中 你要圆满 不断的至成恳切 不断的礼敬 回光 每一个感受当下 哪一个不是绝体 因为每一个感受当下 都知道是绝体 这才叫诸佛 诸是什么意思 诸是含大习义 含广大义 才叫诸 那为什么叫诸佛 你面一面之间都在这个上面 明白都是绝体的信用 那才能够堪称 明白诸佛 所以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怀疑自己 好像经文上有讲 你这个无量节来 供养了多少多少诸佛 故今生 才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智慧 才能够有些什么的福德 很多人就会怀疑 我们现在根本连 今生都看不到一切 圣贤出世 何况还有诸佛出世 所以自己就会觉得 自一生可能要礼敬诸佛 供养诸佛 可能无望 事实上不然 想你能够在每一个念头的当下 每一个心形作用当前 你都能够念念之间 如是礼敬 你的根本大决心体 圆照你的亲近觉相 你就是礼敬十方诸佛的人 你将来就具足 如是礼敬十方 和供养十方诸佛的种种风格 所以诸佛不再遥远 诸佛就在当前 这些大行 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 大行当下 一个行者的最初发心 他的根本的心 心中的发目 发目就是发明 在一切法中 若是违背决体的 就全然一切皆非 就不是要行者 你那之间就在决体上禅 你那之间在决体上解释 你那之间就在根本自信的光明之中 你去了解你的人生 重新规划你自己行持的将来 那就是礼敬十足 你能够如此 才能够有第二步的称赞如蓝 因为一段录音不能录太久 所以师父可以暂时把称赞如蓝 简短稍微再解释一下 你要发现心底深处 如果是真的 印第心中是礼敬诸佛 所以念念之间 你就在感受之中 你就能够称 称者是什么 称者是称阳的意思 称阳就是什么意思 你念念在感受之中 你就能够称阳 念念在一切法中现前处 你就能够称识 它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决体的 如是法 如是来 如是法 如是现 你在因为前面有理尽诸佛的赤诚 在后面就会看到一切法中 你就能够在决体上去做任何的种种如来的担当 那才是真称赞 那才是真称赞出来 所以这两个开始 十大愿王的两个开始 是一个行者的最根本处 一个最根本处 要是没有最初的发心的开始 后面的十大愿王 你要再讲 那个愿王的愿字 我常说 你看那个愿字 上面一个圆 下面一个心 圆心为愿 所以十大愿王的意思 就是要你照料圆心 从此 你能够真正念念之间 回光于根本原心 那才是大愿王 那才是大恨 今天稍微先讲 还有几天 一天要是能够简单的讲两个 对我们的行尺行脚有很大的报道 因为在走的时候 像刚刚师父在走的时候 是怎么走 脚痛很痛 那我们要离尽诸佛 要是讲到十大愿王 离尽诸佛怎样离尽 就是痛与不痛 你念了之间就去观察 痛与不痛都是 绝可以知道痛 也可以知道不痛 为什么痛也不痛 你们一直脚痛 一直脚不痛 刚好两步踏出去的时候 一个痛一个不痛 但能绝的心 他非痛非不痛 就清清楚楚 你只要发愿 要正到后面 那个能明了一切法的决心 你相信他总有一天 你就能够站在主事的角度 叫做常驻真心 因为你会发现 那面心从来没有一时啊 你从来没有说 去损伤过半点 所以诸佛具足的 我们都具足 当然相信将来就能够 不是正 但是正就叫正 你相信 那叫做华音经总讲的 实信 要相信自己能证 相信我就是 我都是根本清明的面目 光真一面心 是将来的无上功德 未经许可 根本清明的 K重渠 fle 尸 梧 称 岸 字 不是